桌上百買一罐罐一開罐水果雞尾酒 色彩繽紛 有葡萄 蘋果 柳橙各種口味 一不小心就吸引民眾購買 喝下肚 这些水果啤酒制造产地在美国 但在台湾是禁止贩售 因为里头含有毒品俗称 神仙水的强烈安眠剂 继台南嘉义接连查货后 现在就连基隆海关也发现失神酒踪影 而且高达一万两千罐数量惊人 实际来做测验这样的失神酒喝下去 会有什么反应 刚接主持人先是情绪崩溃大哭 下一秒直接昏睡 还有大陆网红在直播里学猫叫 拼拼大笑 情绪失控 抽态全都漏 这都是失神酒热的货 黄年春娜都会聚集许多年轻男女 在墾丁海滩尽情摇摆 随着2017年春娜即将到来 警方也不敢大意 毛起来追查失神酒流向 就怕民众不小心磕下 深陷险境 记者朱丁楼 魏文轩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